大家好,今天10月2号来到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大家看正对面这个海潮超级市场杂货部 在上个礼拜是遭遇了火灾 是因为流浪汉在他们门口中火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给大家扫一圈 现在下午两点过 唐人街依旧很多人 海潮超级市场呢 他们现在是户外在营业 每天就卖一些蔬菜 都很新鲜 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 那海潮超级市场里面呢 它还没有开门啊 员工还在理不过 那天的火灾呢 它是右半部分呢 没有什么损失 这是左边你看卷链门里面这一边 好像是卖那些调料品的这一侧 火灾比较严重啊 很快就会开张了 请大家继续关注啊 员工还在紧张忙碌的工作啊 就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情况 走过来看一下 上面这个吊顶啊 户外的这个遮阳棚已经去掉了啊 当时烧的比较惨烈 那个火一直蔓延到二楼啊 就是因为在门口的这个地方 有一些木头的那些货柜 有让人在那里过夜 就把它点火烧掉了啊 然后它拐角处这个卖床上用品的 是彻底关掉了啊 大家看一下 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张啊 请大家敬请期待啊 这家是卖那些鞋子呀 床上用品啊 床单啊这些 当时它的这个地下室也是进水了 因为消防队员灭火的时候 那个水就流下去了 它的那些东西有点色潮 这整个下面 货面都是这个 美丽家访常商用品的啊 它是批发零售啊 卖一些什么 纯棉的东币呀 羽绒被呀 蚕丝被呀 纯棉四件套 纯棉七件套 羊毛毯 竹席啊 还有腾席啊等等 跑到唐人街格兰街295号 到唐头王纪鱼丸店啊 来吃个午饭啊 这个法拉圣也有啊 布鲁克林也有 哇中午好多人了啊 好多世界各地的游客了 我还第一次到唐人街 这他们这家店来吃啊 法拉圣倒是经常去吃啊 排队 在这等着 哎呦我排了这么多人 我看一下唐人街这边 以游客为多啊 看价格好便宜啊 牛杂细米粉 这是6块 牛杂粗米粉6块 牛杂面6块 扁肉3块2毛5 拌面3块2毛5啊 要牛杂细米粉 这里是6块 你叫我走 好忙啊 我的天 等你等一下 好的 边等着 看了一下座位都没有了 天的坐满了 哇前面好像还有一个 生意抱好啊 老板忙着忙着过来啊 哦我的啊 哇牛杂细米粉 哇这个出品很不错呀 看着很新鲜啊 你看哇啊终于找到个座位啊 还是有座位的啊 哇好多游客 这边就是勺子呀 叉子筷子啊 酱油醋辣椒就是自取啊 你看它这个盘子挺特别的哈 是这个铝的盘子啊 嘿嘿 法拉松都是素的 塑料的盘子 哇确实不错哈 这个汤你看清花亮水的哈 很鲜 然后这个牛杂哈 很干净 没有腥味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处理不干净 那是真的是吃不下去的哈 这个米粉啊 也是很幼滑 很有筋道 并且唐人街6块钱哈 吃这个热腾腾的面 还是荤的 是非常划算的哈 大家知道那个花蜂烧辣啊 它的那个双拼饭 也是6块小份的哈 但是那个太油了啊 太油了 你吃一次的话 起码要隔个一个月 才可能才能去再吃啊 你吃这种清淡的这个 牛杂细米粉 还是不错的选择啊 健康又美味 他们家那个扁肉和拌面也不错哈 扁肉配拌面啊 是一绝啊 大家看我都吃了差不多了 这些牛杂呢 可能我就吃不完了 因为我有时候吃多肉了 我也会盯着哈 非常不错 好软和 我头上都冒汗了 我估计啊 肯定这个 这些老外啊 他们点这个牛杂的比较少 因为老外肯定很少吃这个下水啊 他们一般喜欢吃那个煎饺啊 我发现每一桌老外都点了的啊 煎饺啊 吃完了 确实味道不错啊 人多的店 真的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啊 但是我作为四川人 要我每天吃这个 那他也受不了 比如说一个礼拜吃一趟还可以啊 在海潮超级市场旁边是南山越南餐馆啊 门口是卖一些书的 今天天气好啊 一看就会张口就说啊 中文标注 双语朗读 美式发音音汉对照啊 卖一些词典啊 别小看还挺有用的啊 汉音临床中药药典啊 各种书都有啊 还有万能充电器 还有蟑螂药蟑螂一窝端啊 无效加倍退全款 还有角气的神游 千金方儿童读物也有啊 安徒生童话 谁说算命都是统计学 哇 还有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 世界地图 五子旗 广东亮汤 皇帝内经啊 树苗入门都有 哎呦 很不错啊 还有书法大字号 还有鬼骨子 这边是卖裤子的 纽约曼哈顿唐生街这个联锋行啊 这条路特别热闹啊 这条暴力街好多这个卖衣服的 我看了一下都是老年人的一些衣服啊 款式不是那么新潮啊 但是价格呢是给足够的优惠啊 大家可以逛一下 还有一件毛巾 袜子 雨伞啊 还有场上要用品啊 内衣内裤 打底裤啊 毛巾看着质量不错 纯棉的吧 衣服里老年人款式居多啊 还有女士内衣 哇 这还成了一个 专门的这个老年市场了啊 我还第一次走这拍啊 以前从来没有留意过 真的 大家看还有一些羊毛衣 棉背心15啊 当然大家肯定觉得款式比较老气啊 这是老年人买的 唐人街老年人比较多嘛 哇 现在终于出太阳了 今天早上把我冷铲了 今天早上不到8点钟就到唐人街来了 为什么呢 今天那个亚当斯再次出庭啊 纽约市长 我在那儿站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啊 今天唐人街天气不错 最高温度21摄氏度 哇 走过来格兰街和鲍里街十字路口 这也有一家卖衣服的 哇 也是便宜啊 这就是中青年可以穿的 你看裤子二十二十都是二十 在鲍里街的95号新开了一家药店 叫三二一药房啊 我也是看那个网上 别人发的帖子啊 说这里开了 哇 透过玻璃啊 看到里面很多花篮 三二一药房 这里还写了一个爱在金秋音乐会啊 这个音乐会是在哪里呢 法拉圣的朋友可以去看啊 演出地点是在法拉圣的市政厅剧场 演出时间是2024年的10月13号下午1点钟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就是他们药房那个协办的啊 哇 唐人街碰到一群游客啊 全是登这个自行车的 登三立车的 并且车子牌子都一样啊 每个人都戴着安全帽啊 应该是什么公司出来搞活动啊 背包也是一样的 对吧 在唐人街双喜肉食公司 对面啊 电线杆子上 看到一个招租的广告 东白老汇街福建同乡会边上 有单间分租啊 包没店 但是呢 他只是需要一些女生入住啊 男士就不要打电话了 靠近地铁线 F线 两分钟就走到地铁线 电话是多少呢 9173783331啊 吃完饭出来 这里有一家大新花店啊 现在呢 我准备回法拉顺了 因为今天买了一些东西啊 背着背包特别重啊 哇 这也是一家99号餐厅 法拉顺那家都关了 布鲁克林呢 新装修重新开张 嗯 是自助餐啊 火锅烧烤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点赞 关注 转发 订阅啊 谢谢大家